昨天有休息啊 打給你,你也是在講電話 然後我看看 你打不通就打給老媽啦 打給大童啦,聊一聊 然後我看你在修車庫門 都找不到保險絲 它不是有一條線,上面有一個白色盒子 有,我打開來看 原來那個是保護電線的一個 電視機電腦都有那個盒子 那盒子一打開來 它裡面只是一個絕緣層 你知道嗎 就類似說 電線在充電 或者是附近有電磁波 它防止被干擾 它裡面不是一個海綿 一個絕緣層 絕緣層 所以說就是我前後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到那什麼小保險師 然後後來我自己看那個影片 它那個 它那個 車庫門公司的官網 然後他說裡面有個電容器 那個電容器大概是有 四五個大拇指那麼大隻 然後那個 有時候那電容器壞掉 破掉 它破掉的時候會噴裡面的那個液體出來 可能是類似大型電池嗎 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看到那個東西 對啊 就等於是說電容器也找不到 保險師也找不到 阿蘇爾的電線 就都是確定都是連接著 然後大同叫我問 叫我確定那個 那個插座是不是有電 因為我們最前陣子暴風嗎 那好像是美國新聞大的那種 暴風雨啊 然後搞得很多城鎮都停電 我那次藥車也停電啊 就是停電 哇造成藥產很大損失了 只是停電 那幾秒鐘 然後所有的生產線 所有的機器都停擺 哇那那個全部的什麼東西都都銷毀 哇這損失不少錢 可能幾百萬美金都有 只是幾秒鐘而已 對啊 那車庫門就只能叫水電來修啦 水電當然是不懂阿 水電只懂水管跟電阿 那然後 是 我是有找到一個專門車庫門的公司阿 是找到 但是勒 因為當初幫我裝這車庫門的那個工人 我記得 他是有跟我說那個保固期是一年 然後他是上一年夏天幫我裝的 我記得天氣很熱 非常熱 然後 他幫我們裝這車庫門 我是記得還有一年保固啦 至少有一年保固 然後 就沒辦法 因為他很貴耶 他很貴 就是 他要住少到哪 他光是出車費 我猜測啦 光是一出車至少要六七十美金 至少 還是找城鎮的比較便宜啦 有問題也比較好 是比較便宜啦 城鎮的是比較便宜 但是勒 我是怕 就是怕說 那一次停電 因為我那時候 我起來家裡是 停電是局部分的 那個停的電很奇怪 就是廚房有電 但客廳沒電 然後洗衣機那邊的電燈開起來 他是那種很微弱 好像那電要出來不出來那種 很微弱 然後又洗掉 然後勒 就兩個那個電力公司 在零天十二點跑過來 就說他們偵測到有電力異常 只有我這一家 他說是因為暴風雨的關係還是什麼 之後就發生這個電力異常 他趕快臨時接一個很粗的電線 在我家的電錶 他說先讓我家有暫時的電力 之後隔天他再過來再維修 然後所以 我們的猜測大概就是說 就是 就是那一瞬間電壓來的時候 他可能把那個車庫的那個 因為我打開來的裡面全部都是晶片 因為我這個 車庫門是可以接Wi-Fi的 可以接手機網路 對啊 就是用手機來控制那個車庫門 然後是在猜測 這個是不是什麼 一瞬間的電流太大吧 什麼晶片燒掉咧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是跟晶片有關 那我們就沒辦法了 哈哈哈哈 那你會那個 壓控器重置嗎 有 那個重置幾百次了 我就一直查YouTube 一直查Google 就是然後那個他有使用說明書 我也用那個Google照相機去翻譯 就是怎麼去按 怎麼去重新設定 我都研究出來 對啊 然後就是不管怎麼用 他就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很奇怪啊 他燈會亮 他燈會亮 就是他有兩顆電燈泡 那電燈泡是會亮 但是那馬達就是 動都不動 對啊 動都不動 那就 後來陳阿姨也是有 就是 我幾年有時候 陳阿姨也是有給我意見 他說 紅色的線啊 還是綠色的線啊 看一下有沒有接好 之類的 對啊 反正 關於電的方面 我只能檢查 他的線有沒有接好 他都是接好的啊 都沒掉啊 沒送啊 那就 那就 如果關於電腦晶片的方面 我就 沒折啦 那上面都是一些電阻啊 那些 對啊 但 這個東西是很便宜的 這個機器很便宜 這機器才一兩百而已 對啊 貴就是貴那個 人工啊 對啊 那一過來 因為我們 能夠自己 修那是最好 我們就省到那個工錢 哈哈 問題是 我跟老婆兩個 研究一整晚 一直重新reset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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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搞啊 研究啊 影片看啊 哎呀不行了 搞不定了 搞不定那就 那就 那就 對啊 就只好 那個 不能電動開 可以手動開 手動開 就也很簡單啊 就是一個拉環而已啊 那個拉環一拉 他就解鎖 就是那個 車庫門的那個 跟鐵 跟裡面那個鏈條 就解開來 他解開來之後 你就可以 用手去把它 推開來 推是很容易 從下往上 推就推 難就是 要 從上往下 因為我那個 整個車庫門 是平滑的嘛 啊我又不能抓那個縫 抓那個 一片一片的縫 我手會被夾到啊 對啊 所以 以前那個車庫門 我曾經有裝過 車門把 就是很大的 黑色的門把 就是 就是 一抓到那個門把 我手動關 我都關好幾年了 好不好 我記得 我記得搬進來 住 不知道是 第12年 還是第3年 車庫門 就完全 壞掉 對啊 就後來 後來的幾年 都是用手開啊 對啊 後來就 一直存錢 就 一兩百 你就找 當地的那個 就你 你成正 沒有啦 當地的 我在猜 可能也不止一兩百 要是 因為 因為我的決定是 如果找當地的 而且我還不確定 因為 他沒地址 好奇怪 他只有電話 可能 他是一間新公司嗎 還是什麼 這我不知道 然後 然後呢 我 我的 猜測 我是怕說 他過來 因為老美 就這樣 他如果搞不懂 他就說 換一台新的 那換一台新的 欸 他沒有 他沒有我的保固書 他沒有我的保固 對啊 那 那我就等於是說 我要 付一台新的錢 新的錢就是 一兩百咯 然後還要加上安裝 對啊 然後 而且 這個又不是他專的 因為 當初幫我專的這個功能 他的木條 他的鐵條 都是他算好的 因為我整個車庫門 所有木條跟鐵條 都是拆掉 重新安裝 我官司這個車庫 好像就花了 車庫門就花了三千 對啊 只是這個車庫門 加機器 木條鐵條 對啊 就是 就是 手工錢跟材料錢 就三千 對啊 那 所以說 那 那當然是 如果 如果 那個功能 他是 他有我的保固書嗎 他是保固一年 他是保固一年 保固一年 他叫Wendy Wendy Wendy 夫婦 有沒有聽到 哈囉 那沒聲音 哈囉 哈囉 等到 那 你 你 你 有 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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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講一講沒聲音啊 耳機接觸不了了 你都是用有限的喔 三個月要換一個 三個月要換 因為就是那個接頭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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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導致他只有三個月壽命了 對啊已經換了十個耳機了 難怪現在新款手機他都沒有耳機洞 因為要防水啊 防水啦 然後也是 對啊 還好啊有限耳機便宜才38塊 對 看啊買中國大陸的製的也是 藍牙耳機也是便宜啦 十幾塊美金就有了 對啊 但是那個小的小的我買過啊 三個小時就沒電了 對啊很麻煩 對啊 那個同事說要買那個運動型的啊 哦 對對 他說那個可以用36小時 是 好像250吧 台幣250 也是大陸做的 對啊 哦 那很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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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剛剛你在跟子琳聊天啊 對啊 對啊 哦 哦 那聊些什麼啊 聊 公司的事啊 還有同事啊 嗯 然後還有那個 子琳那邊的爸爸媽媽啦 哦 那爸爸媽媽都還好啊 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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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爸爸媽媽我們搬來台中嘛 嗯 然後 那個 那個 他繼父是住 大腳人啊 嗯 那時候他阿公阿嬤 住醫院啊 所以他繼父就要回去大腳照顧啊 哦 哦 那時候就有找我們去大腳 去看一看聊天啦 嗯 那時候我們還沒買車啊 就從那個 從台中騎車去大腳 要騎一個小時啊 哦 是 因為坐他屁股的歪了 對啊 騎過去 就去85度C喝咖啡啊 他聊四回啊 哦 然後他繼父就講說 欸 我現在在做送菜啊 是 有沒有想要 就以前啊 哦哦哦 我現在在做送菜啊 有沒有興趣說板橋那個 黃昏市場啊 就那個重慶路面黃昏市場 他說他們 在那邊租個攤位 啊 就叫我 早上去批菜賣菜啦 像你再去黃昏市場擺攤 他媽媽跟他繼父再來幫忙 好不好賺你覺得 那個就薄利多銷啦 好不好賺就是看你生意好不好 之前我有跟老媽聊那個R丸雞翅 那R丸雞翅就是他身重病嘛 就是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賣雞翅 然後之後是給他什麼子子做 結果他子子做火候不夠 火候不夠然後那個生意就掉 我想那R丸雞翅屋子大概都撞了好幾棟 老媽時候就看他開賓室 那個做吃的就是賺對半啊 如果說雞翅一份賣50塊 那就是賺25塊啊 看你一天業績可以賺多少 喔 然後他又是棋樓嘛 那個租金不會太貴啊 嗯 但是你擺棋樓賣路邊攤 有得賺開店面就不定了 嗯 店面租金貴啊 而且每年都賺 店面租金貴啦 然後還有那個消販啊 衛生啊會來找麻煩啊 但齊樓也是看天氣吃飯啊 對對 你要想 對啊 你的生意有夠好的話 鄰居還會檢舉啊 國稅局還會查賬啊 喔 那那就等於是說 他等於是做 做口碑啦 口碑做出來的 鄰居就是這樣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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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們去 去 就從台中找我們回去 台北賣菜啊 嗯 就我 我早上自己去批貨 然後去菜市場賣菜齁 下午再去環溫市場擺攤齁 他 他 弟父跟他 那個 岳母再來 幫忙賣 賣完之後 我們再去收湯 欸 對啊 啊 子玲就問說 這主意不錯 他說我們做 你們要幹嘛 他說我們就幫忙啊 對啊 就幫忙啊 不然老人家 六七十歲 你還能怎樣 對不對 啊 子玲就 就問說 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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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車啊 要租 要租 租一樓 要租一樓 要有 冷殘庫啊 嗯 因為你菜賣不完還是要冰嘛 對對 冬天還好 夏天你不冰 隔天就壞掉了 對對對 嗯 那他幾乎就說 啊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對啊 這些都會成本 對啊 算一算賣給錢 這個資本至少 至少要幾十萬 開始 五六十萬 七八十萬 那我那時候在賣菜有問嘛 你們要去 那個中央市場拿菜喔 拿菜 你本金要壓三十萬啊 蛤 因為你們早上 兩點是去 去下標嘛 啊下標 你不可能還在那邊算現金給人家啊 嗯 通常都是 撇一寫然後蓋章喔 他會給你一個那個 你有壓三十萬 他會給你的印章 喔 就蓋印章 他就可以去領錢 喔 他賣菜是三十萬啊 啊你如果要要批 要批水果的話 就要六十萬 批水果就六十萬 是 哇 那不便宜喔 錢 錢不少 對啊 你再買個二手車 三十萬 租個店面 裝個冷藏庫 冷藏庫一瓶就十萬塊 你要是多大 嗯 就搞起來都是錢啊 看啊 如果 如果 我們 兩兄弟 加 老媽 也是ok啊 對 當然看老媽 就是大家大家都要處理做啊 啊 但是 他幾乎聽起來的樣子就是 欸你們去做啊 啊我們就是 下午去接班個一兩個小時 對啊 幫忙一下啊 做起來了 給點生活費就好 呵呵呵 對啊對啊 當作也是有這樣想啊 嗯 你要在這煮喔 通常我會用水 大滾 但沒關係沒關係 就慢慢煮 慢慢煮 這樣 再一下 對 因為是他那個會吸水 嗯 好 ok 對啊 以前我也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 你跟我 啊 便當店 然後老媽 老媽 老媽幫忙一下 嗯 七十幾歲 對啊 那我們 我 存筆錢回去 五十幾 應該 做 吵得動 但是你就說 都是辛苦錢喔 又要繳房租 啊 如果賣菜 賣菜我是不懂 我是不懂 就是說 就是 有力出力喔 五十幾其實幫菜應該也是很辛苦 呵呵呵 哈哈 賣菜 就賺不到對半啊 就賺三分之一啊 等於是公斤的價錢 買回來 一公斤買一百塊 嗯 然後你就 賣人家就是 一台金賣一百塊 嗯 就賺三分之一啊 一公斤是一千克 一台金是六百克啊 嗯 那你就是賺四百克啊 三分之一啊 哦 賺三分之一啊 哦 賺三分之一啊 賺三分之一啊 哦 你等於是 買進來 早上的價錢跟晚上會不一樣啊 嗯 因為你要盡量早點賣掉 早上新鮮就賣貴一點 黃昏市場就要賣便宜一點 嗯 嗯 然後你就是 你請人就沒賺頭啦 剛開始都是要自己做啊 就自己 自己去逼菜 自己 自己幫貨 嗯 然後卸貨 然後要去招 招攬客人 嗯 啊大家賣的東西都一樣 你要怎麼去吸引客人 嗯 那時候我就問 種菜的老闆啊 他算是 第二代了 嗯 他就說 如果是十幾年前啊 嗯 那個賣菜好賺啊 現在都不好賺啊 這樣都不好賺 對啊 因為出來競爭的都變多了 嗯 啊官司 我知道 有在做那個 就送菜賣菜公司就有在送菜的公司就一百多間了 哦 一百多間喔 對啊 哇那這樣不好賺 這樣不好賺 對啊 啊那個大老闆家裡也是兄弟姐妹吧 啊 兒子啦 嗯 兒子女兒一大堆啦 哦 啊大兒子 那個大老闆就給他五百萬喔 嗯 然後那個大兒子就去開火鍋店 啊後來就倒掉了 嗯 火鍋店打五百萬就 打水標 對啊 五百萬 就沒有了啊 嗯 五百萬就沒了 對啊 啊二兒子就是 接著做大老闆的那個菜山生意嘛 因為做久啊 啊 啊那個大女兒 大女兒就我老闆啊 嗯 啊也是跟老闆 拿了五百萬出來自己 開那個 送菜公司啊 啊 啊跟他老爸走不同的路線啊 啊老爸是走傳統市場 嗯 啊 那個 我老闆這邊是走那個 送餐廳啊 還有送費機場 又刻也不一樣 要 要我洗乾淨 這個多洗乾淨一點 然後 以後這個做生肉 這個生肉啊 這個就 收 收 收 對 嗯 所以送菜也是 嗯 他剛出來做嘛 他也是缺人手啊 就跟他爸釣人手啊 嗯 對啊 從車子啊 原本是那個破破舊舊的啊 嗯 啊 找一些老員工來幫忙啊 因為 那個菜鳥嘛 他也不會去批菜啊 看不懂那個菜架啊 嗯 你批菜架 不是說 你想批就賣得掉啊 你要看批的貴不貴啊 嗯 是不是單忌啊 好不好吃啊 嗯 還是說 批出來賣不掉你就 虧錢了 嗯 對啊 他說 他說 我們那個老闆又說 前三個月 對,因為他要走那個餐廳機場阿 所以他的背貨要很多阿 就是本金要夠,實力要夠 所以送菜也不是平民老百姓 只要是做生意都不簡單阿 那麼好賺大家都去做單老闆 對阿 所以就變成說還是打工阿 打工賺錢比較穩 對阿,你看老闆大老闆還幫他出五百萬 他自己還是要很努力上班工作阿 凌晨一點我就要去菜市場 批完貨要幫忙上車 又是女生喔 看起來像那個Gay阿 像Gay阿 像T阿 像T阿 女生是叫T阿,男生是叫Gay 他就剪短髮阿 都是穿穿西裝褲襯上阿 嗯嗯 對阿,兩點就要 就要 站忙阿 忙回去之後就要開始接 人家打丟要來訂菜阿 嗯 然後也要幫忙打包阿 送出去阿 喔 然後 那個送出去的菜 還會有一大堆產商打丟要來靠腰阿 嗯 就是說菜怎麼今天不好阿 要重複幹嘛的 喔 也是一大堆毛病阿 嗯 嗯 所以也是沒那麼容易阿 也是沒那麼容易阿 也是沒那麼容易阿 不了阿 唉 所以 所以那一次 跟岳父岳母這樣子 就是 生活之後 聊過討論之後 覺得 送菜 也是不容易走阿 這個 這個生意 這條路 對阿 嗯 還不如 啊 就是 開個當 省心省省力的阿 還有修假 送菜可能連炸都沒得修了 可能比開便當店還累 哈哈 對阿 因為聽他 聽他季父講的意思就是 你們開一門做 喔 我們就是來 問導遊阿 喔 阿 老人家阿 沒辦法阿 老媽那時候也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 阿 就是 他過來幫忙只能夠 阿 洗洗菜還是 成功 對阿 他不能做事 對阿 阿 後來 就沒有要回去做 阿 阿 季父就跟子林講說 阿 既然你們要在台中 應該不會回台北啦 阿 阿 那個板橋家裡鑰匙就給我啦 喔 是喔 阿 阿子林就很生氣阿 對啊 阿 阿 他就說給你就給你阿 喔 阿 然後後來 也是自己 子林就說 阿 哼 哼 就跟我講說 喔 那個 鑰匙還回去啦 以後他就是 客人的阿 就不是家人的阿 哼 也不要這麼講 不要這麼講 就可能 他們兩個老的也是覺得說 唉 女兒大了 就出去了 然後 也沒辦法鎖在身邊 那麼 如果做生意 全家人團結也在 說一定 說一定還可以 就是 還有那種 家 家人 家人在一起的感覺阿 阿 那你如果搬到台中呢 就感覺說 阿 就是 你有 有什麼困難阿 家人都 很難彼此幫助阿 照顧阿 就團結力量大囉 你一分開來就 就 就 對對 對 然後還有 就是講到那個 子林開那個子宮肌瘤 就開刀阿 住院住三天阿 他媽媽那時候 就打電話來說 誒 開刀他怎麼沒跟我講 住哪裡 哪一間音樂 阿子林就說阿 那個 康護病人的那個 康護的那個 康護的那個 會客證 就只有一單阿 就叫他媽不用過來 噢 噢 噢 他媽就真的沒過來阿 噢 噢 他媽的 真的沒過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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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林他媽媽就打電話說 誒 阿薇喔 阿子林出院了 沒有休假 有休假 開車帶子林來給我看看 噢 噢 然後子林就很生氣 他說 我才剛開完都 剛出院都在家休息 噢 那個肚子上還有三口 叫阿薇載我過去給你看看 噢 你那麼閒 你又不用上班 不會坐公車來看 噢 噢 他媽媽沒上班 噢 沒有啊 在找份工 兼差 打一下工 OK啊 他祭父就是在做那個主頭啊 還在做 他媽媽 對啊 對阿 噢 然後他媽媽就是 常常跑公廟啦 去拜拜啦 沒事就是打麻將啦 賺點用錢啦 噢 就是靠賭博過生活 嗯 好 然後 沒有過來就算啦 嗯 然後後來那個 那個 他媽媽就 就 過了一個月 又打電話給子玲 說 欸 我朋友那個跌倒啊 腳斷掉啊 我要去大甲 照顧他一個月啊 對 然後 就問子玲 你有沒有空啊 三口好了吧 來過來給我看看啊 噢 噢 然後後來看我 呵呵呵 然後後來就就就就 吵架生計到現在啊 是喔 多久以前呢 那開子宮機 有 哇 應該兩年了吧 哇兩年喔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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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現在喔 就是 吵架 不 不聯繫喔 對阿 是喔 哇 他就就 那個 那個 臉書跟那個 LINE就把他媽媽封鎖啊 蛤 把他媽媽封鎖啊 哇 那 那就太誇張了 不過他媽媽這樣也是誇張 我 那媽媽就是 都是跟我聯絡啊 就 就 打LINE啊 所以他媽媽都 我也是每天 會傳那個 對啊 每天會傳那個 早安圖給他啦 喔 那 那個 該做的還是有做啦 好像過年的時候 就是 包個紅包 回去看媽媽啦 對 過年包個紅包 他就 他就不去岳母那邊嘛 他就叫我過去吧 對 就帶伴手禮啊 包個紅包啊 喔 然後那個 母親節也有 也有用那個 快遞寄那個蛋捲給他 喔 這 還好啦 過年快捲還是 有意思一下啦 不是說 都不 不聯繫這樣 哎呀 不過兩年也太久了吧 哈哈 時間久了 那感情就淡了 沒感覺了 那 那個子鈴會不會 跟你八卦說 啊 我媽跟你講什麼 呵呵 那你就說 啊 就老人土啊 沒 沒啥 沒啥東西 有啊 有啊 像那個 最近母親節 子鈴就寄蛋捲過去啊 那你沒有 就叫 他就寄 你沒有勸 勸一下 有啊 對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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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嗯 子鈴心情不好 你一直都難過啊 對 啊那個 旁邊的人也只能 講一下啊 嗯 啊 主要還是 他們兩個也要 自己想要合法 嗯 對 不安旁邊的人 講也沒用啊 也是 啊 母親子鈴就想說 寄個蛋捲 嗯 啊那個 那個 那個 他媽媽 我就傳訊息 跟他講 母親節快樂啊 有寄蛋捲給你啊 要記得去領啊 嗯 他媽媽就 會說 啊 心靈了啊 心靈了 哈哈 啊 啊 我就不去哪了啊 這是 這是我 做媽媽最後的尊嚴 最後的尊嚴喔 啊 啊 這樣子 哇 糟糕了 糟糕了 啊 家人一場 兩個 兩個就還在冷戰啊 還在冷戰嗎 啊 兩年了 拜託 那你這樣子 你回去 子鈴也不會給你好臉色啦 卡在心裡面 很不爽 很不爽 嗯 那我就跟子鈴講啊 他就說 蛤 不要最好自己吃啊 自己吃 呵呵 就不給了 自己把它吃掉 我釋放好意你不接受 我也懶得理你 對 唉 家家有本難念經啦 對 對 因為其實喔 賭博是 很沒有安全感 再加上 他本身又沒收入 哦 那就是 沒有一個穩定收入 啊 這女兒其實 自己女兒是很重要啊 很 就 就感覺說 是一個安全感啊 如果 如果那個兒子 沒有什麼 賺錢啊 就是 給 爸爸媽媽啊 那 那那個 他就只能寄託這個 女兒囉 對啊 那他也只 可能岳母也是知道 你們也是賺辛苦錢啊 也是賺辛苦錢 就 就不是說 做 做高薪 賺大錢 對不對 那 那麼 就等於是說 對啊 就是 做子女 有功課要學 啊 做父母 也有父母的功課要學 啊 怎麼去維持家庭的關係啊 跟那個 子女 打好關係 也是一門課題啊 啊 對啊 嗯 啊 啊子鈴就是 怨說 啊都住在台灣啊 啊 板橋跟 台東又不是很遠 嗯 坐個高鐵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啊你就算是坐公車 三個小時也就會到了 嗯 啊他看看朋友比看的那個 試試看 自己女兒還重要啦 啊 朋友 腳受傷 都去照顧人家一個月啊 啊 女兒在開刀 原來我馬關門前 原來看一下都沒有 啊 也是啊 也是啊 對啊 他媽媽的心裡是想說 自己女兒無所謂 哦 你這樣講就不行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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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子女就會想說 啊 你這媽媽怎麼這樣做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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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唉 就是一個 一個家庭沒有家庭的那個 家庭感情 嗯 又做做父母的也不會去經營家庭啊 哦 也是可能跟 他們產場環境也是有關係啊 也是有關係 對啊 啊 子女是 父母很早就離婚啊 等於算擔心家庭啊 啊 從小就丟到別人去給 阿公阿嬤養 所以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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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 到國中高中才回 回去 阿嬤 阿嬤 岳母也是 瞞著上班啊 嗯 啊 後來上班 有賺錢啊 嗯 然後就 染上那個 壞習慣賭博啦 哦 啊 後來 賭博比打工賺錢還好賺 哦 啊 就變成職業的啦 哦 哦 哦 哇 那不是 很 很早就 就接觸這個 賭博 賺錢 職業賭徒 哦 哦 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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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引也是辛苦啊 也是辛苦 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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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年紀都大了 嗯 嗯 嗯 你那個 自己的生活還是自己要顧啦 嗯 就工作賺錢投資啦 你不能說哦 因為 我有一個不好的家庭 然後就就 開始那個 亂七八糟啦 嗯 混黑社會啦 不賺錢啦 嗯 嗯 那這樣 你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 再怪是哦 因為我原生家庭不好 那就是一個藉口而已 對對對 你不能這樣 嗯 我剛剛還在聽出塊啊 就是那個真實犯罪 嗯 那通常那個殺人罷 殺人魔都是 有一個那個破碎的家庭啊 嗯 季婦喝酒啦 會打小孩啦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破碎的家庭啊 對啊 大部分啊 也是有那種 家裡對小孩很好的 然後 小孩也不知道哪根金主對 嗯 就會跟自己的女朋友還是男朋友 把全家都殺掉 然後 捲款開始 玩命天涯 嗯 他父母也死得莫名其妙 嗯 也是有很多這種案例 嗯 嗯 其實最近台灣那個 那個捷運卡能事件 他 他是讀什麼 醫科 醫科 其實他的 他的 他的 家境應該也是不錯啊 應該也是不錯啊 對不對 對 對 嗯 家境不錯啊 嗯 然後被抓 喔 對不起 我不想死 呵呵呵 嘿 那真假的兵力 他是精神有問題啊 精神有問題 嗯 好像有精神疾病 應該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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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讀大學啊 啊 有正常家庭 有女朋友 嗯 還有女朋友 還想不開 喔 那那那那 是啊 有女朋友 還還想 想不開 從高雄跑來台中搓的 呵呵呵 他搓搓人還沒搓死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那個老媽說 真不知道怎麼教人 欸 對 還要 還要父母跟 社會大眾道歉 哎呀 生了這個人 對啊 至少要 要 先 先找個 找個沙帶來練練手啊 哈哈 體能訓練一下啊 一個人都戳不死 海洋半吋 呵呵呵 還被眾人圍毆 呵呵 呵呵 多到有點 懷疑人生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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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媽 我戳人戳不死 他也被人打死啊 呵呵 呵呵 呵 嘿 嘿 別鬧啦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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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也知道是做壞事啊 嗯 嗯 啊就是為了出名啊 也不知道他腦袋怎麼想 呵 為了出名喔 啊 都有 剛剛這邊有時候不知道他 他在想什麼 對啦 不過 也還好啦 最近台灣不是什麼 到幾萬人去抗爭 那個那個叫什麼 台灣這個叫什麼事件啊 啊 之前是太陽花 立法院啊 立法院 立法院 現在就國民黨跟民眾黨 占大多數 嗯 啊 民進黨是算占少數 嗯 所以國民黨 要推一個新法案 啊 叫做藐視國會 國會法 藐視國會法 藐視國會法 美國有啊 喔美國有啊 美國 美國就是 叫那個臉書的那個創辦人 去國會 嗯 去聽證會啊 啊不是問 問那個臉書 主客伯說 欸你臉書有沒有 竊取那個 大眾隱私啊 喔 你要去 去國會上面去 去 跟 跟那個國會議員講 啊你不能講謊話 嗯 講謊話 這個是有刑法要被關的 嗯 啊台灣沒這種法嘛 對啊 那個立法院就要立一個國會法 就是說 我們傳你來 那個 詢問你的話 你不能講謊話 或者是 那個 不講 不講 你知道的事情 嗯 嗯 嗯 因為之前 民進黨有很多弊案啊 嗯 有那個 疫苗啦 快篩啦 雞蛋啊 嗯 還有那個 綠電啊 太陽人啊 嗯 都是一些 土力產生的東西啊 啊 民進黨又說一切合法 你可以去查 嗯 啊真的要查的時候 就大家都不配合啊 嗯 嗯 不配合啊 不提供證據資料啦 嗯 嗯 啊這個 案子就查不下去啊 所以 國民黨就要推一個 藐視國會法 哦 你如果 找你來詢問 你政府官員還是那個 你的廠商 你不講實話啊 還是不屌 詢問的人 就要給你法犯啊 哦 那 那這個 這個 台灣民眾 上街 抗議啊 這個 這個遊行啊 去立法院啊 他 根本是 民眾是就會覺得說 啊 啊 國民黨 這樣搞 搞到最後 會變像香港這樣 就親中 親中啊 親中啊 對啊 對啊 他就講說 這樣 大家老百姓都會被你抓去關啊 你只要看他不選 哦 就把他交入立法院 哦 就把你抓去關 哦 但是他那個罪是很輕的啦 哦 表示國會法 就一年以下 然後一顆罰金 哦 比如說你被判一個月 他一天是一千塊 被判一個月就是罰三萬塊 嗯 嗯 了解 了解 他最重就是判一年嘛 嗯 他一年就是 沒有被抓去關就是罰 三十六萬 嗯 那貪污都是幾百億的 罰個三十六萬也還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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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這個 台灣民眾這樣看一 就是說 就 不想要這個法通過 就 因為是聽說啦 國民黨是很多都是親中的 都是親中 這樣 哦 那 那親中就 就等於是說 感覺好像是有 共產黨的人 在 在裡面 亂搞 會不會 那就是 轉移焦點啊 人家是要查 避案 嗯 啊查避案 你就想說 都不講啊 或者是講謊話 嗯 案子就查不下去啊 嗯 嗯 比如說他們要那個 疫苗的那個 採購書啊 採購金額啊 嗯 啊那個 政府官員就說 這是機密啊 不能講啊 嗯 啊這案子就查不下去了 嗯 嗯 連立法委員都不能查的話 啊 連立法委員都不能查的話 還有誰可以查這個避案 嗯 嗯 有 對啊 啊那個 民進黨 之前執政太多避案啊 啊 如果這個法案 通過的話 就很多會被抓去逛啊 哦 哦 啊你自己本身沒有是 其實比較 呃 傾向於哪個黨派的齁 哦 傾向 我是去投那個 柯文哲啊 柯文哲 對啦 柯文哲是什麼黨啊 武黨 還是什麼 他是 他是民眾黨 民眾黨 民眾黨 還有民眾黨 就小黨派啊 立法委員只有八個而已 哎呀 那這樣柯文哲不就選錯黨了 他是黨主席啊 民眾黨是他創立的 哦 他想要創造一個 創建一個 這個 屬於 屬於自己的黨派 哦 對啊 就講說 你當官你就不要貪污就好啦 事情就會做好啦 哦 啊結果 不行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貪污 是 沒辦法運作 對啊 對啊 沒錢賺 沒錢賺的生意哪有人要做 哦 他們當官就是要貪污啊 不貪污他當官幹嘛 所以柯文哲中 那歷史都有演啊 那個 租源單當皇帝啊 不是 嚴厲禁止 頂下手下不要貪污 對 然後就有一個大臣跟他講 說 不貪污我怎麼活得下去 你的薪水給那麼少 我都要喝西北風的 哦 歷史有這個哦 對 還是電視劇 電視劇在演 對啊 哦 到最後清朝不是 連慈禧太后都自己在賣官賺錢 嗯 啊你官都是用賣的人 人家都用買的人 對 啊買官來就是要賺錢的啊 不然跟你買官幹嘛 那就是政治腐敗的啊 就是 歷史以來都是這樣 這樣在 在 在 在演的啊 對啊 就歷史就是講 天底下沒有新鮮事 以前都發生過的 嗯 嗯 現在還是會繼續發生 嗯 嗯 唉 你說歷史 那個 每每個國家都馬太貪污 嗯 人性 人性 對啊 連那個電影都在演啊 那個雷洛傳 我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當小警察就是正義感爆棚 不收黑錢 嗯 我當到探長了 要貪就貪大了 哇那演出多少人的心聲 嗯 嗯 嗯 對了 難怪不缺小錢 我缺大錢 嗯 難怪成演地 嗯 後來1997年雷洛就跑到台灣了啊 喔 漂亮喔 真的 香港就抓不到他了 真的有雷洛這個人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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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武藝探長 雷洛狀 嗯 我之前做熱炒店啊 那個熱炒店老闆 我就問他說 欸你怎麼會想要做熱炒店 嗯 做餐廳 嗯 他說他以前是做裝潢的啊 是喔 包工頭啊 嗯 他就去搬人家裝潢酒店 啊裝潢酒店花了五百萬 哦 然後 酒店老闆就沒給他錢 嗯 他就 酒店老闆就兩手一攤 我沒錢啊 你就來喝免費的酒就好啦 嘿 對 然後想說喔好啦 那我就佔個酒店股份 嗯 然後結果 換警察來收錢 警察來跟酒店收保護費 一個月要三十萬 喔警察 你又不能不給 不給那個酒店就開不下去 是喔 喔 那是什麼事 對啊 你你 就 應該二十年前啊 喔 二十年前 現在應該沒了 對啊 現在還是有啊 只是 沒有被爆出來而已啊 喔 好像最近的新聞是爆出來那個 警察包庇那個 大片集團啊 是喔 對啊 嗯 還有那個 律師團 原本是幫大片集團 打官司啦 啊後來 律師團 十幾個都變成大片集團 嗯 因為大片比單律師好壞啊 喔 這一團 嗯 會啊 嗯 就 還是 都會有灰色地帶啊 想或想要吃 欸 剛剛大家看 來了 在這 我們家的小火喜歡吃青菜 所以後來 後來那個快炒店老闆就 就 不做 不做酒店的生意啊 米粉就脆掉啦 嗯 不然 賺的又要給酒店老闆 又要 又要給那個警察 嗯 去收保護費 啊 都沒賺錢 嗯 他就虧五百萬了 喔 所以他後來就不做裝潢了 他就 自己搞了一個快炒店來做 做 至少快炒店不會被收保護費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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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賺酒店那種灰色產業的錢 嗯 就是要有黑社會背景啊 啊 跟那個黑景要打好關係啊 嗯 嗯 嗯 哎 又要我肅立 哦 對啊 我去去 去美國打黑工的時候 那個老闆有一個親戚啊 嗯 他也想辦那個技術移民嘛 嗯 嗯 我就問他說 欸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啊 嗯 怎麼會來來美國做壽司 嗯 他說他是做那個 做那個 紅綠燈那個 小綠人 紅綠燈小綠人 對啊 就是做做紅綠燈 他說那個是他研發的啊 是喔 那是他研發的 那他應該很有錢喔 對啊 但是他說 他研究了這個啊 然後去參加政府標案啊 但是都標不到啊 都是被那個有利人士標走啊 然後有利人士 在把這個標案給他做啊 嗯 等於是貪污是上面的在貪污啦 啊 這個 做食事做生意的都賺不到錢 嗯 嗯 所以欸 好人都賺不到錢 要做壞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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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 最近也有弊案啊 柯文哲 那麽 他就是那個 那個 台北市 他之前是台北市長 嗯 啊台北市那個監視器啦 監視器需要網路嘛 啊那個網路就要公開招標嘛 他公開招標 然後 柯文哲已經 卸任啊 不是台北市長啊 嗯 啊現在人家才在靠腰說 啊為什麼 台北市的那個 那個 招標的那個 每個月的網路費比那個 那個 中華電信還貴 嗯 然後柯文哲就說 你不要問我啊 你去問國民黨跟民進黨啊 嗯 嗯 他說那個 政府預算都是你們那個 市議員去審的啊 嗯 啊八年前 審都沒問題 我卸任了你才說有問題 嗯 啊那個 那個 網路費都是你們去喬的啊 啊你們說好了我就只能簽名啊 嗯 啊怎麼現在才在問我 你們自己去去看那個 那個 會議紀錄啊 嗯 對那個 那個 他們就 就是要講說 柯文哲 應該是沒有拿 產商的錢 但是他做的這件事情 是獨立產商 嗯 唉 就錢 沒 沒有收到貪污的錢還要背貪污的罪 哼哼哼 給水 哼 我租租齁 不知道是算晚餐還是早餐 我先去吃飯了啊 拜拜 好我們下次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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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